3月23日,古天乐晒出于李若彤的合影并开心配文 23年后再重遇一个美好的回忆 23年前,两人曾一起出演九五本《神雕侠侣》 照片里的古天乐梳着油头黑色夹壳,很是帅气 李若彤则长发披肩,灰色针直衫 趁着他温柔可人,李若彤笑着靠在古天乐肩上 引来网友一波回忆杀 要不是当年看了他演的《小龙女》 我现在找对象也不会这么挑 想起小时候守着电视看神雕的时光 感谢你们带给我们美好回忆 3月22日,李若彤也在微博晒出和古天乐合照 并配文23年了,感觉傲妙 感觉好像才不多久前的是16年后在飞机上的遗遇 7年后昨晚晚餐才又再遇上 下次会是多少年呢 据悉李若彤多年前曾在节目上透露 与古天乐在飞机上偶遇 那是神雕侠侣开播16年之后两人再相遇 而如今,小龙女和杨过时隔7年 又终于同框了不少粉丝大呼感动 还调侃不变的姑姑变黑的姑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